四川鵝眉山 話說四川鵝眉山 是屬中有名的一個聖地 以前的人說西屬山水多奇 而鵝眉又聖 其實是真的 西屬山上的寺廟不下幾百 鵝眉山 後山的風景更優奇 自古以來 深山大澤 多生龍蛇 森林幽谷 大多數都是虎豹豹 豺狼的妻生之所 遊覽後山的人 往往一去不返 所以就有很多揣測了 有些說是被虎豹妖魔吃了 有些說被仙佛超渡 各種說法都不知哪樣是 人始終都是血肉之軀 多數都是很細膽的 因為前居可鑑 遊覽後山的人 都不敢去 便宜了那些 在後山靜養的高人歧視 少了很多打擾 享受清福 這裏就暫且不說了 這裏就暫且不說了 四川自從經歷 明末張獻宗之亂 十膝九空 幾百里路都沒有人 將這一個天府之國 鬧得陰風慘慘 本清入關之後 將來 就請將近村各省 例如兩湖江西陝西的人 移入四川 再加上四川地大蜜蜂 樣樣都有 已去的人 大多數都落不思古土 這樣就慢慢恢復了 人煙囂物的景象 人煙囂物的景象 康熙即為第二 由無瑕沿著江流而上 有一隻小舟 除了船夫之外 小舟裏面 只有兩婦女 背著一肩的行李 另外 有一個行李很重的 好像裏面 裝著鐵器一樣 那個老伯 已經年近半百了 頭髮都黑了 抬頭望著人 眼光四射 整面皺紋 一看就知道是一個 飽經憂患的老人 那個女孩 十二三歲 好靚 躲在老伯的旁邊 細聲地指點煙囊 問長問短 顯露出一片天真 和如霧 這個時候 已經霧煙四起 冥色瘋亡 由山角的一邊 掛出了一盆明月 清光四射 鑑人明殺 那個老伯 忽然之間 大聲說 那哼 故國回首 月明中 這樣的江山 幾時 才可以回去了 答案 然下淒涼 老淚縱還 那個女孩說 爹,你又在這裏傷感了 天下事都整定了 在這裏飛霜都沒用 爹保重身體要緊 講緊的時候,船家過來,說 那天不早了 前面就是出名的烏鴉咀 那裏有村鎮,我們靠岸休息 上岸買點酒飯 老伯就說 好,你儘管去吧 我今天有點累 上岸了 船家說完的時候 已經去到目的地,各自上岸了 先去買點酒菜 早早 酒菜 因為沒有燒 你還沒煮幾杯呢 老頭一面吃著女兒買給她的飯菜 一面看著她旁邊船的一位白衣人 在這裏唱這番話 很明顯就是想邀請白衣人過來和她喝幾杯 白衣人見她唱得這麼開心 然後就想 這個人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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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天性一變 怎想到在這裏重逢 人物依舊 山河全非 白衣人就說了 楊州之刑 聽說大哥已經死了 怎想到在這裏相逢呢 從此我天涯淪落 只有一個自己都不再孤獨了 這位姑娘 我想就是另外吧 老頭就說了 胡一見言大 驚喜搞雜 都不記得 叫小女 英勤來拜見 接著就說了 英勤過來 和你周叔叔見禮 那個女生聽了她爸爸的說話 就過來拜見了 白衣人還了個禮 就說了 我看 賢伐女 滿面英姿 大哥的絕藝 有傳人 我自己武功都換好水 怎麼教她呢 我只是看她 將來的讀書人 平安 那我就心無意足了 不想她 學了我的半頭水武功 不夠人打 被人殺了都像 白衣人說 難道 賢伐女 一輩子做丫頭嗎 這些事 遲些再說 那女生 聽了白衣人這樣說 有一絲的喜悅 但是都望向她爸爸的時候 不禁有一絲的憂鬱